为了让妻子住进大别墅内 丈夫居然愿意被柱状物进入体内 巨大的疏通器磨满了润滑液 随即放进了丈夫的身体 为了让丈夫保持原始状态 除了清洁丈夫的凹陷处 丈夫还需要被拔掉所有的牙齿 剃光身上所有的毛 是的 所有的 头发 眉毛 腿毛 都需要被剃除 全身的毛发都被剃光的丈夫 就像是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在被送进一个烤箱模样的地方之后 等待着自己的新生 从烤箱出来之后 丈夫望着所处的医院内 仿佛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 为了确定一切正常 丈夫还将自己的手伸进裤子内部探了探 这才安心地躺了下去 直到护士带着一袋巨大的饼干进来 丈夫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新生 她已经无法再一口吞下这块饼干了 然而造成这件事原因的 不是饼干变大了 而是丈夫自己变小了 至于丈夫为什么变小 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 人类目前的可用资源已经越来越少 为了能够高效利用眼前的资源 专家们开发了一种缩小数 这种方法可以把人类缩小到原来的2744分之一 2744分之一是什么概念 原来的你可能有门框那么高 但现在的你可能只有门框那么宽 虽然这项技术最开始是为了合理利用现有资源 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这项技术的目的 都是为了能够过上富人的生活 当你的身高成倍缩小时 你的资产却成倍增长 曾经咬咬牙才能买一件的珠宝 如今轻轻松松就能买一套 原来需要奋斗三四十年才能住进的大别墅 如今直接拎刀入住 对于丈夫来说 正是目前最需要的 为了平衡工作的辛苦 妻子想要通过搬到大别墅中居住 来弥补心内的疲惫 但现有资金的不足 以及银行贷款申请的多次拒绝 都让妻子的梦想遥不可及 于是在媒体的宣传下 朋友的推荐下 丈夫最终决定加入缩小计划 以完成妻子住进大别墅的梦想 丈夫望向护士递来的饼干 从此以后 她的所有资源都可以像这块饼干一样被放大 一想到这 她就想立刻去寻找自己的妻子 与她分享此刻的幸福 但护士却说 并没有查到妻子完成手术的记录 丈夫开始担忧起来 因为她突然想起手术前签订的协议 手术有一定概率失去性命 如发生意外 一切责任将由受术者个人承担 如果妻子没能够成功通过手术怎么办 毕竟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让妻子开心 如果妻子不在这里 一切又有什么意义 就在这时 护士带来了呼叫丈夫的电话 谢天谢地 丈夫感叹道 但这种喜悦却连两秒都没办法持续 因此妻子根本没有参加手术 当被剃掉头发的那一刻 妻子便后悔了 她觉得一切都很荒唐 剃掉头发 甚至眉毛 原本她认为缩小数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 但失去的毛发却让她有种失去人权的感觉 她要追求个人的自由 即便要留丈夫一人在这个小小世界里 梦中的豪宅终于成为现实 偌大的房屋如今却只有一人居住 剩下睡衣上的名字 提醒着这里曾经属于两个人 搬家公司将两人的婚戒送到了别墅 虽然婚戒的尺寸没有发生改变 但丈夫却无法承担婚戒的重量了 失忆的丈夫独自看着新闻 听着电视里被强制缩小的政治犯 丈夫第一次意识到 缩小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好 因为礼物是绝对不会送给犯人的 当丈夫终于从新生儿的形象中脱离 丈夫的身份也随之脱离 妻子的离婚协议书 最终还是送到了她的面前 而此时的男主却要动用整个大臂的力量 才能在协议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与失去的婚姻相伴的 还有失去的别墅 分割的财产让男主绝不得不从别墅搬离 然后转移到价值别墅一半的公寓中去 曾经不用工作的梦想随之破灭 曾经拥有的资格症也已过期 生活还是要继续 曾经身为理疗师的男主 如今只能从事电话沟通行业 事业得到填补时 内心却显得空虚 为了填补内心的空缺 男主开始与新的人约会 离过婚的男主 如今只能寻找离过婚的女人 原本两人进展得还不错 但楼上传来的吵闹聚会声 打破了这一切 男主曾经试图平淡地度过一生 他迫切地渴望着身份的稳定 为了自己丈夫的身份 他甘愿为了满足妻子的愿望而缩小身体 为了自己约会对象的身份 他甘愿陪伴对方的孩子以表达是好 但这个拥挤的社会只能使双方的身体靠近 而不能使双方的心靠近 楼上的聚会声依旧吵闹 惊动了男主平静的灵魂 他决定做出一些改变 于是走上楼去 主动走进从未设想过的人生 灯红酒绿 唱歌舞蹈 夜晚使人迷幻 而当他再次醒来时 新的缘分也随之出现 他是清洁宫中唯一跛脚的一位 理疗师的职业本能 使男主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对话中 男主了解到这个缩小世界有太多的意想不到 于是跟随着跛脚女孩的脚步 来到了他生活的地方 这里不是城市 甚至不是乡村 厕所改造的房屋 如今成了平民库人民的居住处 在跛脚女孩的带领下 男主拜访了这里的每一户人 他们没有钱看病 也没有钱买药 甚至没有钱吃饭 在跛脚女孩的强烈要求下 男主给每个人都看了病 虽然没有金钱的获得 却让男主再次体会到了被需要的滋味 他逐渐被这个有着独特气质的女孩影响 走进他的生活 了解他的工作 与他一起为平民库的人们提供帮助 原本为跛脚女孩提供帮助的男主 如今成了跛脚女孩的下属 他听从跛脚女孩的一切安排 甚至和他一起做了清洁工 男主的朋友看见男主的现状 便邀请他出去旅游 来让他获得一些休息的时间 但当男主的好友 向跛脚女孩提出旅游的消息时 跛脚女孩居然也要一同前去 原来此次的旅游地点摩威 正是跛脚女孩一直想去 却没有机会去的地方 跛脚女孩曾因为环保行为被判刑 作为被判刑的惩罚 他被迫缩小 原本发明缩小数的博士 就是为了保护环境 减少资源利用 可如今跛脚女孩却因为环保行为 被判刑缩小 这让博士深感歉意 因此他多次向跛脚女孩发送邀请 希望跛脚女孩能够到达他的所在地摩威 面对面向他表达自己的歉意 因此当跛脚女孩听说男主要去挪威时 自己马上表达了想要同去的愿望 再去往挪威的路上 男主对跛脚女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他热爱自然 享受自然 可博士却说 这美丽的大自然终将要毁灭 人类总是充满野心 他们明知技术的发展会破坏环境 却仍不知节制 甚至当世界末日摆在他们的面前 他们也不愿为了节省资源缩小自己 但人类又是复杂的 即便在人类的群体中有人挥霍 却也有人珍惜 博士深爱着这样的人类 他不舍得人类就这样灭绝 于是同他一开始决定发明缩小数一样 这次的他决定在世界末日发生前 将缩小的人类送往地下 以延续人类生命的火种 男主听后深受影响 他厌倦自己平静的生活 加入吵闹的聚会 加入慈善的活动 他希望自己的人生能有一丝改变 以惊扰这毫无波澜的平静 于是他决定加入博士 成为人类火种延续的一份子 几日的相处 让男主对跛脚女孩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 因此他向跛脚女孩发出邀请 希望他与自己同去 但跛脚女孩却拒绝了他 因为比起遥远不可及的未来与人群 跛脚女孩更倾向于选择身边的人群 两人相顾无言 却谁都没有干涉对方的选择 离别之夜 跛脚女孩和男主的朋友共同为男主送行 女孩送给了男主一本书 男主说他看不懂里面的文字 女孩却说这本书的意义不是为了让你看懂 而是为了让你记住我 男主的内心有了一丝犹豫 但手中的行李箱提醒着他先前的决定 最终还是转过头去 走向通往新生活的路口 新生活的道路又黑又暗 根本一眼望不到头 那种对于未来的期望和未知感 就如同男主进行缩小手术那天一样 他突然停下了脚步 回想起缩小手术那天自己的选择 他想要的从来不是保护环境的宏大 而是与爱人在一起的渺小 因此他决定转过身去 趁着这次还有回头的可能 永远与自己的爱人相伴